六个符号学技用考英文 各位朋友我是中华老师 帮助大家学会用英文 今天我们来学拆解这个单字 这个单字就是各位在画面上看到的菊花 非常典雅竖静的一种花朵菊花 菊花的英文要怎么说呢 这个字是不是又难念又难记 这怎么办呢 可是你必须要学会这个英文单字 那我们就做拆解的动作 把这样长长的一个难的单字 采成了四个小小的单字 之后听对方的声音学习它念诵它 所以我们的步骤就是猜字 然后跟着人家念 不要自己看着英文字或者看着音标就念了 一定要以对方的声音为声音 这样子我觉得出来的声音跟人家差不多 我听得懂对方的对方也听得懂我讲的 那么有了这个字之后还不够 你要变成一句话 你要上下文才可以 This is 这是 a park 一个公园 一个什么样的公园呢 带出来这个菊花 这是菊花公园 现在我们把这个句子变得更难一点 我们用菊花来祭祀祖先 We worship Worship就是祭拜 Our ancestors 我们的祖先 用什么东西来祭拜呢 就是用菊花 这是一个漂亮的句子 请各位听 听完跟着念诵 We worship our ancestors With chrysanthem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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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的菊花这个字 怎么说 chrysanthemum 这样子就学到了 记住了 进一步还可以用出来 今天的四个动作就是 遇到长的难的单字 拆字 之后念诵 记住了 就可以运用的出来 菊花叫做 chrysanthemum 变成运用 This is a park of chrysanthemum We worship our ancestors with chrysanthemums We worship our ancestors with chrysanthemums 我们用菊花来祭拜 主仙 We worship our ancestors with chrysanthemums 那么这个英文字 是怎么拆开的呢 各位在英文里面 拆字呢 就是两个非常简单的技巧 第一个技巧就是 有几个母音呢 就有几个声音 各位在这里看到 有四个母音 我们把这四个母音 标成红颜色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u 这里有一个e 这里有一个a 这样就三个母音 这个y有一点点奇怪 我们说母音叫做 a e i o u 这五个为母音 其实啊 y有一半的机会 也是母音 比如说我们说 读书叫做star d d 所以是di的声音 那么如果y拼音变成这样子 它念出来是一样的 star d 因此这个y呢 也有机会成为母音 念成it 所以这个标准的音 应该是kui kui kui 但是有时候念出来呢 我们轻松一点 会念成kui 或者是kui 这样子的声音 打差不差 我们并不太计较 总而言之 你听到的 应该第一个是整个声音 然后听到的是整个句子 所以我们不太计较 每一个字里面的发音 好 那这个英文字 chrysanthemum 就是这样子拆开出来的 chrysanthe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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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我想说 wow 我好喜欢看这些菊花哦 我就会说 i enjoy watching chrysanthemums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记忆念诵单字的确会容易很多 在我们的每一套寒寿课程里面 新单字都会这样子做分割 那么在我们的字的家族的套数里面 更进一步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分割的 都非常的简单 方法很简单 你就懂了之后反复的去练习 反复的去运用就可以了 有时候我们很希望学英文能够跟老外直接的能够学习 但跟老外学习有它的优点 可是也是非常辛苦的 就是你迷迷糊糊 你并不太了解它说什么 像刚才这个chrysanthemum 你听到了人家讲得漂亮的不得了 因为人家是母语 可是很抱歉啊 你就是说不顺口 念不出来 挤不住 那么如果有了我们这个六个符号 拆解英文单字的步骤一 你先学好了 记住了 你再去跟老外练习 不就更好了吗 各位朋友 这就是我们今天希望分享给大家的技巧 采单字 念单字 记住单字运用出来 更多完整详细的学习 请参考我们的英文字的家族的韩寿套书 大家一起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YK